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啊,史上最便宜的富耀三不干笔 那个永生的3013,颜色就随便拿了一支绿色的 对,然后呢就是,啊,价格真的很惊讶 我觉得应该要再突破它那个价格 它那个性价比我觉得超级难的 然后当初一看到的时候,我想富压,因为富压沙摩来讲的话 它的价格本身也算是,就活塞啊,或吸摩器等等不同的钢笔价格来讲 呃,它是比较高的,但没想到能这个价格做出来 现在的那个技术真的是很发达 好,那就先讲一下这根笔吧 啊,一样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呃 你看到这个,灵脚面这个,这个算是灵脚面 你看它这个变化,在这一块上面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真,呃,就怎么讲,真没想到这个估计如果是用3D软件去画的时候 也是很费时间的一件事,呃,笔,呃,笔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些比大概的形状都很差不多啊,然后呢,就是笔笔则上面既然是用透明的这一点 我就不是很懂了,呃,黑色不是更好吗? 透明的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倒是对我这种万年黑,呃,黑色,黑色摸水的话倒没什么差别 反正都是最后还是,蓝蓝色吗? 然后下来的话,负压甘,负压钢笔上的一个好处在于这里 就是你能把后面给拧紧吗?拧紧的时候在飞机上面它就不会那个漏抹 那平常用的时候需要这样子扭松一点,不然的话因为这里它是完全一个真空吗? 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出没的 那整根笔现在就这么一拧,然后呢,这样 活塞上面来讲还是挺顺滑的,倒是这个压下去了,这一下这里到这里 这这个部分,就是趴一身这个地方的话,倒是觉得会怎么样?就是 比较快比较顺,就没有别的那个感觉没那么紧,但是这个不要紧 反正使用上面来讲基本上不会露膜,不会那个非白 就这些现在的问题也很少,爆感就更不会了 唯独的,我觉得因为现在用的这个塑料件 从肉眼上面来讲,也看不出来说它的这个活塞寿命有多少 也不会有一些检测说,我来测试一下这个活塞沙漠 这样子重复上重复下,然后它寿命能到多少 我估计现在也没有这种机构 而且钢笔毕竟是小众也不亏,也要做到这么正式 我觉得也有点那个怎么说,化色添足了 然后这个地方,笔尾这个地方有点小松动 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反应 这么拧好像也拧不出来,不知道它怎么固定的 再下来,如果这一次是透明的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一支笔 而且非常实用 国产笔来讲,就是从它使用性来讲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国产笔我觉得最挑剔的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是它的一个外观 就是它的一个外形,它的一个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的一个吸引力 就是那种视觉享受 我觉得唯独比较需要就是说去 比较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视觉享受 别的欧洲笔经常拿上来 你就觉得还有一种视觉享受 就那种感觉 国产笔唯独欠的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的实用性 我觉得其实现在钢笔都差不多了 因为打磨技术等等这些 如果成本或者等等价格能上去 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其实看到国产钢笔 欧洲钢笔或者日本钢笔 这个对比的时候都能知道 就是说整个行业是怎么样 就是说下线现在拉的肯定是很高了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银色部分 都是一个塑料件 都不是一个金属件 那都是电镀为主的一个效果 其他的这个地方 我就没不太敢拆了 因为正常笔的话 能不拆我肯定是不拆了 除非是说有特别的一个 就像那个弹笔的469 除非是那种笔 不然正常不太会动 好 那个笔这里还有一个密封圈 对吧 这个密封圈的话 对这个笔笔盖一卡上去的时候 就会完全临紧 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里面的真空等等 就整个一轮圈反应有什么影响 或者什么的 但这么去弄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密封状态了 但这一只对 因为呃 刚刚讲到就是这个领紧 然后松一点点这个 我用过823或者别的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这一只的话我估计也会一样吗 因为毕竟上墨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应该也不会变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笔尖 笔尖的话我都忘了我是买什么尖的 应该是F尖吧 能买F我就是买F了 除非是说我特别有要求过的 不然正常是C尖为主 因为大部分观众肯定都是C尖嘛 呃我这种初尖比较多了 因为反正啊不行8毫米的那个本子吗 如果呃爬不了那就写两哈嘛 大不了废电子 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那我们就先上墨一下绿色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不是很讨好还是透明的 比较讨好点 好这个比方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个好角度 然后你们一下可以看到 然后你们想再推反正就是负压上墨嘛 呃也没必要把笔关嘛 笔墨干干嘛 关嘛你就看不到这个不锈钢了中间那根杆了 有中间这根杆总感觉那个质量呃特别不一样 就是说觉得啊这根笔好像很棒 就那种感觉也是呃对活塞上墨的话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这种感觉觉得是什么很有科技感的一种上墨方式 而且也很呃怎么说很有突破很好 再下来呢还是一样那个书写一下还是一样 好写完了以后继父离文之后 我永生算是我第二个喜欢的笔件啊 当然不是叶培这个真的是书写感受 永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写就自然就是说墨色等等都很饱满 另外一个就是自然就写的很整齐好奇怪 然后就是出墨也是非常非常顺就是说同样的F间的话 你们看他出墨会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同样不同品牌F间的话我用的墨水都是一样的 都就英雄4001啊 然后就是偏也是偏粗 但是他写起来的时候他字也没有就是说凝在一团这样子也没有化开等等 就是不像说Deathlight的这边的字是有点小化开这样 呃另外是这样子我刚刚呃忘记了就是把那个笔给看在这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大小还是一样就是一根大笔 一根小笔 对就是这样子反正尺寸中等呃不算大也不算小 这么看起来在视频上面其实还挺好看的这个绿色配蓝色啊 好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呀有什么问题哪一个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有什么的帮我知道知道 好那个今天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拜拜 拼直接拍照 我们下一个小吃的收集 我们下一个小吃的收集 我想说一顺垂 你可太难得之前 我们下一个小吃的收集 我们下一个小吃的收集 咱们下一个小吃的薄续